從剛剛一直讓讓讓 讓了三位 現在輪到 終於輪到我了 剛剛講得很好 我們要公開透明 幾些人的財產都在這裡 也盡量從公開透明這個角度 也盡量少個案來耽誤大家時間 所以我今天講的也是 應該是比較通案 我在這邊住了40年 我們幫他買這個房子 40年 所以我先表明身分 我們是降槓 住在這裡的 不是外來路人家裡 那我現在要請教的 或者說要跟大家報告 等於說提醒的 是說關於剛剛提到建架的部分 那建架這應該沒有離題 屬於今天的範圍 因為剛剛說已經在進行 那我當然相信 我們這個議員剛剛一再提示 公開透明 柯市長也很重視 一定要把它做得 讓大家都心服口服 那所以建架這件事情呢 也希望是如此 我們在上一次爭取這個都委會 在開會的時候 我想我們也有帶到我們鄉親 表示一個意見 我們捷運這個連開案 其實講起來是因為先有捷運這個建設 才會有這個連開這個案子 簡單講 我們今天在這邊有這個機會 或者說有這個權利 來這邊談 我們要怎麼樣跟市政府來連開 其實總的來講是享受了社會共同的 公眾的一個開發發展 然後呢我們因為有這個幾十億 甚至於聽說有兩百億 包括對面 廣市不愛 廣市不愛院這邊的開發的話 那所以呢我們 希望這個連開案盡快能夠 加速來進行 或者至少按照正常的程序來進行 那我們地主的話呢應該是說 該我們的權益 我相信我們這個 也給我們官員這個 致敬也給你們鼓勵 那也希望說你們能夠勇敢的依法行政 我相信我們大部分地主呢 都是希望說 在法令許可的範圍內 不管是剛剛大家一定很關切的嘛 容積率 大家權利上面 對不對 該給我們的能給我們的 就盡量給我們 不要這個大家還要這個好像 保留一些討價還價的餘地啊 或者暗卡 那就更糟了 被黑走那就更不應該 好我們相對的 我們地主也不會求非分 包括我們剛剛在討論那個通風景 我相信各位大家應該也聽得出來 也並不是說站在私立嘛 包括剛剛黃大哥非常熱心的發言裡面 他也不是說他一定就住在那裡了 不是他個人的問題嘛 是大家總體 好那一下我這個地方 見價的地方呢 也就稍微再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大家不求的是非 不是要求非分 我相信這是大家前提 所以呢 過去好像聽到比較多的是講究前排 大家有相信坐在這個地方 在做生意啊 或者怎麼樣 面臨接闊 好像這個地理位置也比較好 那好像比較少聽到 這個關於後排這邊的意見 那我希望平衡一下 這是以防萬一 因為黑衣紀錄裡面呢 好像只有前排 那後排我相信在座 所以我剛剛也看到有好幾位 喔 協議架構大概什麼時間 這時候我們好像要扶著 協議架構大概什麼時間 在那個時候再會來談嘛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我現在再強調一次 剛剛講的比較多一點 是因為有一個大前提 希望大家一路向來都能夠 能夠來 好我會加上來 那所以呢 提醒幾個點 建架是在建架的時候 我相信第一個 剛剛大前提 我相信大家是在依法行政 然後建架當然有一個規則 也相信 一定是按照這個 公平公開的 正常的規則在進行 否則建架是他這個執照也 也會有痕跡 後排這邊 我說40年 我們當初買的時候 因為尺分比較大 所以我們買的時候 那個價錢是 在裡面 那這個建架是可能把我們這個 當年 那個比值 到現在 這個部分 也幫我們考慮一下 這個比例上面 我們當初多負擔到現在 這個利息 利潤的部分 那後排相金應該還有一個點 後排相金在每一年的時候 他們要繳地價稅 那房屋稅當然已經 我們超過30年 很久沒有價了 超過30年是沒有房屋稅的 你再回來看看 這個應該是沒有錯 房屋稅 你說查看看 你說查看看 啊 地價稅 地價稅不一樣 地價跟房屋 那有 那有的話我也有 算我問 對 反正 地價稅這個部分 也是按照尺分在繳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 後排這邊 繳得比前排多 這個也是事實 這也是屬性 所以呢 我們強調的是要公平 所以公平的情況之下 前排有受到就業的影響 營生的影響 這個你們要 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已經有上次會議紀錄 你們在做 我們這邊 這個幫後排這邊 也要表達意見 我在這邊也看到 我們很多後排的相金 坐在這邊 這個沒有要 沒有要減損別人 沒有要減損別人 從公家整體的利益來講 希望說 在建價的時候 也請建價師 不要疏忽這一點就好 後排也有後排的 當初的貢獻 預先的付出 好 謝謝 好 那大概 這個請教 那個我們 還有一個意見 謝謝貴姓 是不是 有 那個 那我們這邊要幫請